歡迎收看宅男的世界 我是今天的節目主持人蔡宜靜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 我的高中好同學 他也剛出專輯 新日歌手DK金大維 來跟我一起播新聞 哈囉 大家好 我是DK金大維 今天很高興可以邀請大維 來跟我一起播新聞 那你知道 我們今天穿的服裝 你穿西裝 很正式的感覺 我穿一個有點優雅的小禮服 應該知道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 奧斯卡頒獎典禮 那你知道今年的奧斯卡頒獎典禮 有什麼關鍵字嗎 是不是跟我的姓有關係 沒錯 金對不對 Yes 今年的奧斯卡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Bling Bling的金屬亮片 像是這次的影后艾瑪史東 他今年出席 星光紅毯的時候呢 他就是穿了一席金色的 流蘇禮服 全身金這樣子 非常優雅 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今年奧斯卡紅毯時尚 跟星光一樣閃耀 金色成為女星的首選 入圍最佳女主角的 愛瑪史東 既凡西金色亮片流蘇洋妝 搭配復古波浪髮型 有如重回武林年代的美好時光 對手伊莎貝與裴裸金色系禮服 展現髮式優雅 我看起來會很高 我看起來會很高 甚至沒有力量 但是我真的會很高 克基曼的裸色學紡雅曼尼禮服 繡上大型珠寶組成圖騰 賈奈兒夢內黑色薄紗 搭配各種珠寶鑲嵌裝飾 展現性感華麗風采 我穿了一年多的衣服 我穿了這件衣服一年 我永遠都穿了一件衣服 我非常開心在這裡 之前 貝老佛也很酸 走紅男友 設計師父前 大打口水戰的美麗史翠普 果然沒有以香奈兒獻身 而是選擇Alisab 穿藍色瓶口斷面褲裝 裝飾閃亮寶石 大氣獻身 我愛你 佳琳 獲得這屆奧斯卡終身成就獎的 動作明星成龍 還帶著兩隻貓熊娃娃 一起走紅毯 身為香奈兒代言人的悲動 戴上閃亮山茶花胸針 加上黑色墜式項鍊 茶味十足 入圍最佳男主角的萊恩葛斯林 白色荷葉滾邊襯衫 也在一片中規中矩的男性當中 格外提出 據別新聞政府報導 而今天奧斯卡還有一大高潮 是什麼高潮 就是大駕斯丁登台演唱 魔法精靈的主題曲 Can't Stop The Feeling I got that sunshine in my pocket Got that good soul in my feet Feel that hot blood in my body When it drops Ooh I can't take my eyes above it Moving so phenomenally Room on lock the waiting rocket So don't stop Let's go Nothing I can see but you When you dance, dance, dance Feel the good good creeping up on you So just dance, dance, dance All the things I shouldn't do But you dance, dance, dance It ain't nobody Leave me, so keep dancing WOW 全場的好萊塢巨星 大家剛剛都站起來 拍手、搖擺 很熱鬧的感覺 當然聽完搖滾板 我們現在來一個抒情版的 City of stars City of stars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me City of stars There's so much that I can see Who knows Who knows I felt it from the first embrace I share with you A rush A glance A turn A dance Look in somebody's eyes To light up the skies To open the world And standing really Rapt up top of my heart Think I wanted to Stay here City of stars 煩心之城 Yes 這是電影主題曲 越來越愛你的 La La Land的主題曲 這一次的La La Land 當然是我們 奧斯卡頒獎典禮的 大贏家囉 他這一次獲得了 六項獎項 非常厲害 像最佳女主角 還有我們剛才唱那首 原創歌曲也入圍 而且得獎 對 但是說到這次 奧斯卡頒獎典禮 其實出了一點小錯誤 沒有 其實我覺得這個錯誤還滿嚴重的 大尾可以幫我拿一下嗎 好的 好 這一次奧斯卡的頒獎典禮 其實是要向 那個Janet Patterson 她是一個奧斯卡好萊塢電影的 幫忙做最佳服裝 曾經入圍四次最佳服裝造型 但是是要向這位已逝的 Janet Patterson 這位服裝師致敬 沒有想到在這次典禮上 竟然誤植到她的好朋友的照片 這個有點嚴重 對 那不只這個 這次奧斯卡獎還有一個很大的疲漏 就是在頒獎的時候 頒錯獎 超尷尬的 而且好像整組人馬 已經都上到台上了才發現對不對 對 因為華倫在頒獎的時候 他說得獎最佳影片得獎的是 他看到 越來越愛你 越來越愛你 結果其實不是 對 其實是月光下的藍色男孩 但是整組的人馬已經上去了 太尷尬了 這個錯誤到底是怎麼發生的 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螢幕最經典鴛鴦大大 我倆沒有明天的費唐納維與華倫比提 要來頒最佳影片 給你最好的照片 你最好的照片 來吧 LALALAND 入圍最多 票房排第二 呼聲最高 壓軸大獎落袋是典禮的高潮 沒想到這毫無意外的時刻 卻成為奧斯卡史上最尷尬 臉上畫三百條線都不足以形容的場面 我們失敗了 各位 我抱歉 沒有 這是錯的 Moonlight 你們贏了最好的照片 Moonlight 這不是糟糕 這不是糟糕 這何止嚇死寶寶 根本是全場驚呆 看看星科影后的表情就明白 Moonlight is one best picture Moonlight Best picture 越來越愛你的製片 要導播Cue清楚 攝影師拍明白 卡片上寫的確實是Moonlight 月光下的藍色男孩 華倫爺爺和費奶奶一定不希望 我倆沒有明天這款被追殺的網面結局 發生在自己身上 他們得趕快說明白 講清楚 Warrin 妳怎麼做了 我想告訴妳什麼事 我開了圈圈 我開了圈圈 它說 Emma Stone La La Land 讓我們倒帶再看一遍 華倫被提拿出得獎名單的卡片 亂了一下後再度打開信封 看了一眼 接著一臉狐疑的看向費唐納維 Zo面喬仔細他手上的信封 真的寫著最佳女主角 問題是這個信封不是應該由星科引後 Woo 你們看到嗎 牢牢握在手上才對嗎 我還在那一段時間 我牢牢握在手上的 艾瑪史東牢牢握在手上的 當然還有小金人 她一定不想像製片那樣 獎杯都還沒捧熱就飛了 這種空寬洗衣場的失落惆悵 史無前例 不過越來越愛你這位製片 在頒獎台上的反應 充滿了風鬥與氣度 這是不是玩笑 曼光 最好的照片 我會很羨慕 曼光 而月光下的藍色男孩 目前幕後人員 便在驚呼與驚喜中 上台接受險些措施的榮耀 這部電影以非裔同志男孩 尋求身份認同為主幹 探討美國底層社會弱勢 毒品霸凌等議題 在美國橫掃20座影評人獎 以及獨立精神電影獎 六項獎之後 如釋前預票的 成為越來越愛你拿大獎的最大變數 因為這是好萊塢 跟川普嗆瞎的好機會 在世界上 有超過225個國家 現在恨我們 但我想向總統特朗普說謝謝 我還記得昨年 當時的奧斯卡都很激烈嗎 他已經離開了 謝謝他 主持人從典禮一開場就將矛頭指向了川普 川普仍沒出現 卻成為主持人之外 破光率最高的人 而從主持人到頒獎人 還有代替別人領獎的人 通通拋口一致 他們得獎的朋友或是同袍 因為川普移民禁令 而拒絕入境 或是無法入境美國 其他自然之外 都會有什麼 跟美國的文化 英國文豪迪根斯在雙城記一開場就寫說 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 最分裂的時刻或許能夠激發老輩批評 缺乏種族多元化的好萊塢 一種反省以及改革 所以今年誕生的第一位拿到小驚人的穆斯林演員 而五年前錯失最佳女主角的維拉戴維斯 也終於贏得虧欠她的榮耀 我成為一個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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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是唯一的專業 在祝福生活的意思 TVBS新聞綜合報導 雖然這次奧斯卡頒獎領裡出了一些烏龍狀況 但其實剛剛看起來是充滿很多笑點跟亮點 當然我們還要特別強調的是 這次的奧斯卡最佳影片獎得主就是 月光下的藍色男孩 它是一個描述同志議題的電影 對 而且這部電影很厲害 因為它拍攝成本其實蠻低的 對 據說只花了500萬美金 然後25天就拍完了 很厲害 因為它的故事其實蠻感人的 剛剛大緯有提到 它是拍攝同志議題的電影 那裡頭包含了親情 愛情 友情的描述 因為情感爭執動人 所以它一舉拿下了金球獎 還有奧斯卡的最佳影片 故事主人王夏龍 個子嬌小不多話 在學校總是被同學欺負 他們會批評他因為他不同的 給我那臭錢 夏龍 給我那臭錢 沒有父親再加上吸毒就失控的媽媽 讓小夏龍得不到家庭的溫暖 最後卻是被附近販毒的鄰居 游安 收容 照顧他 身為少數非裔族群被霸凌 夏龍的處境已經夠艱難了 而讓他人生更困惑的 是他愛上了他的同性友人 同年 青少年到成年 夏龍的三段篇章 導演特別找了三個演員 扮演同一人 活在三個不同時期的角色 我想想如果我能找到三個演員 有同性同性的心 你能買到世界都改變了他們 那種感覺是在他們的眼睛 變成窗在心裡 片中探討種族 親情 同志等議題 深刻刻畫出動人情感 獲得評審肯定 TVBS新聞綜合報導 LALALAND的電影配樂 這首歌我也還在練鋼琴曲當中 因為實在太好聽了 LALALAND大維有看的嗎 有 還滿好看的那部電影 它是描述這個愛情跟現實的 一些衝突跟拉鋸 就是在追尋夢想的過程當中 如果跟愛情有衝突的時候 要怎麼選擇對不對 那其實這部片很感人的地方 是因為這個故事本身跟愛馬史東 他的故事是有一些相似的 對 他就是一個 常常去到處試鏡的一個演員 後來終於成功了這樣子 其實愛馬史東從四五歲 就開始演戲試鏡 不斷的嘗試機會 那現在愛馬史東 他一舉拿下影后 當然也是很大的肯定 這一次LALALAND 已經變成了很多影迷追逐的 焦點 當然在美國洛杉磯 電影拍攝場景 當然大家也要去看一看囉 比佛利山的地標 天文塔 最近一到晚上就擠得水洩不通 大家不是來看星星 而是重現這一幕 大家想進來 他們想進去 一些人也想進去 他們可能會飛到飛 我可以再製造一些的 像我在飛 不可能 越來越愛你 在奧斯卡橫掃六項大獎 主角走過的地方 都成了熱門景點 我知道 我不像Ryann Gosselin 但我可以走到這個坡 Hermosa坡 你也可以 粉絲朝聖的第一名 是洛杉磯南邊的赫摩薩碼頭 很多人來這裡 跟男主角欣賞同樣的夕陽美景 不過這裡其實沒有路燈 當地政府甚至考慮加裝燈柱 打造百分之百的電影場景 男主角演奏了爵士酒吧 就在碼頭附近 這間燈塔咖啡館 平常也提供現場演奏 電影上映後天天爆滿 而開場歡樂大合唱的高速公路 平常可是塞到不行 片中一共有48個洛杉磯知名景點 還有許多名不見經傳的街道巷弄 經過劇組的巧妙安排 融入劇情帶給觀眾不同感受 也引起影迷興趣 一一探訪 延續這一股電影熱潮 TVB的新聞 總共報導 2017不敵是最具影響力的名人榜 由誰摘下冠軍跟亞軍呢 稍後回來一探究竟 糾結克曼金剛狼 這次為了宣傳他的新電影 羅根來到台灣了 感覺非常親民 對 聽說他拍照或者是簽名 都是來者不拒 能讓金剛狼修捷克曼這麼興奮 想要學起來的中文 就是這句 很好吃而起因就是 趁著宣傳空檔 來到夜市要挑戰這 陽明國際的臭豆腐 不只瘦豆腐 修捷克曼還吃了這一樣 對外國人來說 內臟是絕對不吃的食物 而修捷克曼入境隨俗 但或許是好奇心 讓他一次就挑戰兩樣 臭豆腐還有雞心 而即將結束訪台行程的修捷克曼 似乎有點感傷 給台灣粉絲 極高評價還對派驅客說 這次首映會是前所未有的經驗 甚至還說自己是半個台灣人 你好 你好台灣 你好台北 儘管是好萊塢巨星 但親和又親民的態度 難怪修捷克曼睽違十一年再來台 依舊受到粉絲的熱情對待 TVB的新聞 謝神錫 正祥台北報導 對 被發現了 好 我們還是要來認真看一下 今年2017的 副筆是最具影響力的名人榜 你好 我… 韓星孔劉出席代言品牌的見面會 一出場就讓現場粉絲尖叫不斷 吸引大批人潮圍觀 他還為60位心願粉絲簽名 還有粉絲自具鬼怪的劍 只為了獲得歐巴的注意 這個舉動讓孔劉忍不住大笑 覺得粉絲真的太有創意了 雖然他2016下半年人氣暴漲 不過韓國副筆視評選出 2017年最具影響力名人榜 前十名卻沒有恐流 第一名就是23歲韓國男星普寶劍 去年靠韓劇請回答1988和雲化的月光爆紅 從年初紅到年尾 林富平配合度又高堪稱是高CP值代言人 目前手上代言就高達21隻 第二名則是他 我們要旅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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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嗎 明星帶來的銷售額以及媒體曝光 還有電視活動等等來評斷 至於明年有沒有可能取代普寶劍 也讓粉絲相當期待 TVB的新聞 無敵瑞琳只會綜合報導 先回來來看新的台灣之光 這是我們台灣英雄聯盟電競隊 閃電狼 他們拿下了全球總冠軍 馬上回來 來看一下我們新的台灣之光 這是我們台灣英雄聯盟電競隊 閃電狼 他們在Intel極限大四賽當中 拿下了全球總冠軍 好厲害喔 超棒的 而且這次不是以中華台北之名 而是以台灣之名 這一切來得太突然 這幸福來得太突然 比賽轉播主持人也不斷驚呼 台灣英雄聯盟電競隊伍閃電狼 在IEM拿下冠軍 拿到了IEM卡托維之戰的冠軍 站台上領獎選手的感動難以言喻 因為隊伍2013年就成立 這回比賽奪冠是代表台灣 而不是中華台北 總統蔡英文在臉書上祝賀 卸下世界冠軍我狼威武 民眾也餘有榮焉 更有那種我們大家是一起贏的那種感覺 而且不是跟有 中國大陸扯狼關係的 認同感 因為你講中華台北 結果好像變成說 好像就只有台北 可是台灣很大 還增加不少認同感 因為這次比賽主辦單位不只讓台灣飄揚國際 在知名twitch實況網站上也同步轉播 這兩年其實在政策 政府與民間的對話溝通上面其實是比過往來的還要更多 每一位選手都有可能讓台灣被國際看見 就看政府未來如何發揚電競比賽 TVBS新聞綜合報導 今天的宅男的世界呢 跟大家分享的是奧斯卡主題的新聞 包括了越來越愛你 還有月光下的藍色男孩 今天呢很高興 跟你一起分享宅男的世界 謝謝大維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我們下次有機會再見囉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